三号车 哈嘞兄弟们中午好啊 我现在在这个奥提里面 今天接着给大家分享了健身影响餐 这个奥体可能熟悉的朋友都比较知道 这是北京最早的健身生地 我现在在这里边的一个小花园里头 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好 咱们今天中午就在这吃健身影响餐 这儿一小停了 正合适就在这了 我刚才是汽车来的 一进奥体里边 这里头运动氛围就特别的高 它奥体的外围的一圈是塑胶跑道 好多人在中午时间顶着大太阳 就在这个跑道上面跑步锻炼 这个真的是特别好 特别的这个羡慕他们 今天这个地儿真是太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都带了什么 水果是一个橘子 然后这是我的水 几天前买了一片面包 还剩了这个一片 今天中午就把它吃了 正好今天中午也没有碳水 这个就当做是我的这个碳水了 然后这是我的正餐 打开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的这个健身营养餐 特别的奢侈 这是猪肝 昨天晚上现做的猪肝 先把它先放到边上 然后是黄瓜炒鸡蛋 黄瓜木耳炒鸡蛋 这还有点这个波笋 这下边下边牛逼 现在看不见 待会给你们看看下边 我先吃两口 今天这个黄瓜炒鸡蛋 做挺多的 那么一小盆 吃了下边给大家 给大家看这个 金粥八脑酱牛肉 这天气一天比天热 现在这个黄瓜 莴笋什么的 都变得特别好吃了 今天的这个食材啊 是准备了一根黄瓜 不大不小的一根黄瓜 然后呢 鸡蛋呢 是两颗鸡蛋 还有一点这个莴笋 然后就是牛肉啊 酱牛肉 切了我这个大概 半拳头的这个酱牛肉吧 看这下边 这是金啊 金头八脑酱牛肉 哎呀太好吃了 金头八脑酱牛肉 刚才好多的时候啊 我忘了拍了 吃了好几口 这就剩下没几块了 我才想起来录 吃完了啊 今天吃的不是那么快 主要是今天挺多的 所以才吃的比较慢 然后现在呢 我把这个这扇面包给它吃了 今天也没有碳水 我拿这个当做这个碳水 一小片面包 嗯 不是太甜 不过呢 这种最好吃 要是太甜了 糖分就高 这种中等甜度的正合日 水果也吃完了啊 稍微休息一下 一会我骑车在这里边转一下 顺便带大家看看啊 我在这这个歇了一会儿啊 在这刷了会抖音 每天啊 看看自己这个发布的这些视频啊 挺有意思的 虽然说也没什么人看嘛 也没什么点赞 不过无所谓啊 咱们就是主打一个自娱自乐啊 毕竟记录美好生活嘛 自己看看有时候挺有意思的 嗯 我准备走了啊 在这歇了五分钟 这这个小肥虫啊太多了 可能是因为天气热了啊 这些小肥虫全都出来了 然后我现在这个骑车 带大家去看看去啊 刚才啊 我和大家说了 你看这这几个小石凳了吧 有的上面还有这个泡沫垫垫的 这样坐着还比较舒服 也不怕也不怕凉屁股了 应该是有人之前在这放的 然后看这边啊 这还有一个衣件 可以这个挂衣服挂包啦 等等一些随身用品 应该是有的人啊 之前来这儿锻炼的时候放的 这个地方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我走了啊 我骑车带大家在这里边看看啊 这儿的这个锻炼氛围特别好 有时间我也过来来这里边淘宝布 骑车带你们看看啊 今天啊北京天气好 蓝天白云也没风 所以今天的这个锻炼的人还挺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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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我马上去到门口了啊准备出去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啊 回见了您啊